嗨 大家好 我是宗玲 開學技又快到了阿季上次的住宿雷典分享之後 有非常非常多人敲碗想要看宿舍必備小物 所以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幾樣 我覺得在住宿上面有了這些東西也會非常方便的小物 那廢話不多說就馬上開始吧 好 首先第一個就是床邊收納欄 其實我也不知道它真正的名字叫什麼 可是它就是一個掛帶床邊 可以放東西放手機放衛生紙的欄子 所以我就稱它為床邊收納欄 大家知道床就是一個非常好耍廢的地方 躺在床上滑手機就是一個人間享受 然後滑完直接睡覺 就是其實大部分的宿舍都是上下鋪啦 雖然也有不是上下鋪 可是大部分都是上下鋪 那如果你滑一個手機 然後你這樣睡覺然後你要去拿充電器 就不是超級麻煩的嗎 或者是你睡前想要看個書你要爬上爬下 我覺得在宿舍最麻煩的一件事就是我超討厭上下鋪 我覺得每次爬上爬下真的很麻煩 我很懶 所以我就在床邊掛了一個手納欄 我之前開一張宿舍的影片 我就是把樓下的延長線接到上面 然後放在那個籃子裡面 然後就可以沖我的手機 然後有時候睡前看一些書物會丟在那個籃子 那其實這種床邊收納欄有很多形式 像我室友的是一個平面打在床邊 總之這個真的是我今天所有東西裡面 最推薦大家一定要買的就是床邊收納欄 因為你真的有非常多零零碎碎的東西 如果都在床上好像也不太好 所以床邊收納欄真的是超方便的 推薦大家一定要買 好 接下來第二個推薦的就是掛袋 衣櫃的掛袋 因為女生 男生應該還好 沒有 不能這樣講 有些男生衣服非常多 就是衣服多的人 素色衣櫃是絕對不夠你放的 衣服真的是堆到整個衣櫃都是 然後那時候我就很想要買一個掛袋 但我過了一年我還是沒有買 因為那時候想著要買 然後講著講著就忘記了 然後我也覺得 就直接堆在衣櫃我也覺得還好 所以這個掛袋就是 如果你是衣服很多的人就推薦你買 但你衣服如果還好的話 其實可以不用買 只是有了這個東西會讓你衣櫃更整齊 就不會像我一樣 就是全部一坨衣服堆在裡面 真的是超可怕的 然後第三個推薦的小物 也跟剛文蠻像的 它也是算收納衣服的 收納小盒 它就是我放在衣櫃 要拿來收納我的內衣褲的一個小盒子 因為抽屜那麼大一個 如果你把內衣褲衣服都堆在裡面 其實那種貼身衣物還蠻不衛生的 而且可能會很難找到它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塑膠的盒子 一個一個要疊在一起 然後裡面放內衣褲 我覺得超方便的 因為那種收納盒就是裝什麼都可以 你可以很有系統的把你的東西分類 就會變得非常整齊 可是大家切記 收納盒你不要買過多 因為過多的收納盒 它就會變成一個災難 就是你有越多的空間 你越會亂堆 到時候變成一堆收納盒 然後你還是很亂 我王子買了兩個 所以大家就是適量就好 接下來第四個宿舍的必備小物就是 眼罩跟耳塞 對 沒錯 我自己是沒有用耳塞 因為我是那種 你在我旁邊唱歌我都可以睡得著 然後我很常在KTV唱歌常要睡著 我是那種旁邊越吵我可以睡得越好的人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會進入一個放空模式 就是我講到它在閉著眼睛 旁邊很吵 那東西就會這樣咻咻咻 穿過我的腦袋 然後我就可以睡著了 反而很安靜 我聽到一點點風吹草動的零零碎 這個聲音 我覺得很吵 我會睡不著 然後那不是重點 反正就是 因為我沒有這個需求 所以我沒有買耳塞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對聲音很敏感的人 你需要一個超級寧靜的環境 就建議你買耳塞 因為可能你的室友會打火 或者是今天你想要午睡 也是有可能在做作業 然後敲剪盤 哒哒哒哒哒 就是可以買一個耳塞 那眼罩呢 我個人是非常推薦 我就是有在用眼罩 而且我幾乎每天都會戴眼罩睡覺 就是午睡的時候啊 因為我之前戴的是那種布的眼罩 之前拍那個夢魘化妝的時候買的 後來有一陣子我迷上了蒸汽眼罩 因為我覺得它香香的 溫溫熱熱很舒服 然後冬天戴超爽 然後這樣躺著睡 就是因為我很常用電腦 然後眼睛非常的疲勞 很酸 然後這樣熱敷我的眼睛 我會覺得我眼睛得到了放鬆 所以我有一陣子就會 一直戴著眼罩 然後就會戴到早上 可能它不熱了 之後睡無覺 我又會拿起來戴 就是很方便 然後為什麼要戴眼罩 是因為雖然晚上很黑 你可能睡得著 可是大家應該都會睡無覺吧 還是只有我 我 我超愛睡無覺的 就是我只要起來吃個早餐 我就會回去睡 很多時候都是白天 那那時候窗簾拉開 然後光照進來 就是直瘦我的眼睛 上的亮 我一開始都蒙著臉才可以睡 我吸不到空氣 然後很悶 所以我就戴了眼罩 總之我真的是 超級推薦大家買眼罩的 總之我覺得眼罩超棒超讚 真的是 從邊收納藍之外 我最推薦的就是眼罩 沒有我覺得它們並列第一 就是大家真的要買眼罩 你才可以有一個 良好的睡眠品質 對 然後記得第五個宿舍的推薦小物 就是 蓮子 就是我之前上一支影片 還有我迪卡爾的文 提到我室友買了一個蓮子 雖然這個我覺得不是必備的 可是因為真的太多人問了 我自己是沒用過啦 但很多人好像覺得它很方便 所以我就來跟大家講一下我這個東西 它其實很好分 上鋪睡覺的地方 是有 可以拉起來的 那另外一種是 下鋪書桌的蓮子 就是你可能在 用電腦辦公讀書的時候 你不想被打擾 或者是小夜怕打擾到室友 你就可以買一個蓮子 其實我覺得這樣子還蠻貼心的 就你不想打擾到別人 然後自己也可以有自己的空間 好 接著第六個宿舍的推薦小物就是 尤其是女神 非常非常容易掉頭髮 算掃把可以把它掃起來 可是我真的很討厭用掃把 是因為頭髮都會黏在它掃把的毛上 可能要用手把它拿起來 你才可以把掃把清乾淨 可是除塵托搭配除塵紙 就是你知道在地上錄幾下 然後頭髮就會都黏在上面 所以我覺得在宿舍打掃來說 非常推薦除塵托把 可是還是建議要買一個掃把 像我室友就買一個小掃把 可能畫畫有橡皮擦屑 或是你其他一些固體的東西 除塵托把沒辦法把它洗起來 所以還是推薦買一個小掃把 但我覺得除塵托把很好用 就是可以節省掉很多不必要的麻煩 然後記得第七個宿舍推薦小物就是 布的髒衣籃 我覺得大家都需要一個髒衣籃 是因為你不可能穿過的衣服 或是有流汗的衣服 就一堆堆在那邊 然後再抱去洗吧 這樣很麻煩 推薦布的是因為 你有時候衣服已經很重很多了 這時候還用塑膠洗衣籃 那你整個就會變得超重 然後搬起來也很不方便 而且布的髒衣籃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它很好收納 你帶去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就是壓扁扁折起來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還蠻方便好用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也是用布的髒衣籃 而且有一些那種北歐方的真的很好看 然後第八個推薦宿舍小物就是 快煮鍋 雖然很多人的宿舍不能煮東西 但大家還是會偷煮 因為在宿舍用卡式爐真的太危險了 怕燒起來 然後電磁爐你可能又要準備一些鍋具之類的 就是會搞得很麻煩 但快煮鍋就是小小一個 一人份 你想要煮一些簡單的麵 或者是湯湯水水的都可以 但這方面我沒有太多的研究 因為我本人是一個料理白吃 其實我放在宿舍快煮鍋 我從來沒有用過 我就借我朋友用過 或者是吃隔壁房 用快煮鍋煮的飯真的非常的好吃 那如果你是熱愛料理 又不想要一直外食 那我推薦你買一個快煮鍋在宿舍研究的 第九個 好 對我還是不會比酒 第九個推薦的宿舍必備小物就是 保鮮盒或碗 我覺得就算今天你是一個餐餐都外食的人 還是要準備一個保鮮盒或碗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尤其是偷吃同學東西的時候 不是啊 就是可能大家會去訂餐 像訂披薩 訂炸雞啊 一些可以分食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自己的碗去分 我之前在宿舍也會吃麥片 我也真的都吃那個要配牛奶 因為我們宿舍樓下有冰箱 我就會拿一罐燕麥 加蜂蜜 然後倒在那個保鮮盒當早餐吃 一餐就解決囉 超方便的 而且如果想要加熱一些上一餐沒有吃完的東西 保鮮盒也很方便 可以直接加熱 總之就是推薦大家帶一個保鮮盒 接下來第十個菜間的宿舍必備小物就是水盆 我覺得這個也不能說必備 其實它其實蠻方便的 因為很多大學它的衛浴都不是在宿舍裡 就是你要走出去才可以去公共早上洗澡 這時候如果你要帶一堆沐浴乳還有衣服貓巾 如果你拿紙袋放在浴室會很容易失掉 然後如果是塑膠袋還是蠻不方便 你那些沐浴乳平平光光都跟衣服放在一起 也怕灑出來 所以這時候一個水盆 就可以這樣子抱著一攬 然後走去洗澡 這個是我朋友跟我講的 因為我們學校的衛浴是在房間裡 所以我根本沒有用過水盆 喔喔 我有用水盆 水盆是我拿來洗內衣褲 這邊跟大家講個白癡的小故事 就是我們有時候會倒一些湯的廚餘在那個洗手台 然後我之前把內衣褲放在洗手台洗 然後我洗到某一天突然想說 不是啊 大家早上都倒一堆湯湯油油的東西進去 我現在把內衣褲泡在裡面洗 這樣不是超噁的嗎 然後突然意識到 去拿我的盆子 然後開始裝內衣褲開始洗 然後我就要分享第二個白癡的小故事 我剛剛不是跟大家講說 水盆是你可以裝一些酷浴乳之類的再去洗澡嗎 其實我那時候會帶水盆到宿舍 是因為我看到就網路上的宿舍必備清單 寫說要帶水盆 所以我就帶了 但我完全不知道它是做什麼用的 我那時候以為宿舍比較不顯景 沒有臉蓬頭 所以你要拿水盆搖在身上 所以要帶水盆 所以我就帶了一個水盆 然後後來我去那邊 我就想說 就是到底為什麼要帶水盆 然後我來去問我其他學校住宿的朋友 他就說你是白癡嗎 那是來裝東西用的 然後不管 總之以上就是10樣住宿的必備小物清單 那其實我今天分享的就是 我自己覺得 你住宿如果這些東西會更方便的 就也不能說必備 但我覺得這些東西很好用 我今天講的也不是說你住宿要帶什麼東西的清單 因為那些東西太多了 你們可以自己上網查 就可以知道要帶什麼了 但我在這邊強烈的建議大家 真的是你就帶基本的東西進去就好 例如 睡覺一定要床墊嗎 床單、棉被枕頭 幾套衣服 真的你不要把你家的衣櫃都搬過去 你會收到死 然後你回家會把衣服穿像我一樣 其他的東西就是 你住進去 有需要再買 真的不要帶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 也不要買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 我在宿舍買的這是什麼 智障糖果盒 我根本沒有糖果可以裝 總之生活必需品 我真的強烈建議大家 就是你不要現在想說 我可能會用到什麼 我可能會用到什麼 所以我都要買 我都要帶 你就是到那邊 然後你可能真的發現 原來我需要 台燈 我真的太需要一個台燈了 你真的很需要一個台燈的時候 你再去買 我當初帶一堆東西 我還帶了台燈 結果發現我們書桌 它上面就有箱裡一個桌燈 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台燈 強烈建議大家 尤其是生活用品 反正你都要買新的 那你就到學校那邊買 你不用帶那麼多很重的東西 總之新的學期要開始啦 希望大家都可以順利的開學 順利的搬宿舍 然後認識新朋友 這幾樣大概是我整理出來的宿舍小屋 如果你也有推薦 覺得宿舍必帶的 或者是千萬不要帶的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喔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鈴鐺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 tad neither 順忍 等於개를 Wi-Fi describes Cincinnati 您首先要在學校チ isolate